2020秋帆動畫好多時間小偷 該被哪部動畫拯救艱困的一天呢? 來聽聽動畫小根骨的私心推薦吧 大家好,我是阿龜 今天要來推薦給各位的動畫就是知名度頗高 原作正在少年週刊Jump連載中的咒術迴戰 這部作品的題材是以拔除詛咒為主要的方向 這種題材在日式動漫中算是常見 以這類題材爆紅的作品更是不在話下 可見得觀眾對於這樣作品的接受度是高的 而且也相當喜歡 到底這部咒術迴戰有哪裡吸引我們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本作的故事是在描述人類的負面情感 會造成詛咒的生成 而這些詛咒就會去危害人類 使得許多無辜人民死亡與失蹤 而主角虎杖幽人在情急之下 吞下了特級詛咒素挪的手指 成為了與詛咒同體的容器 從此注定了要與之對抗的命運 並且也進入了咒術師學校 展開學習拔除詛咒的相關知識 雖然這個是許多王道戰鬥題材的套路 但有趣的是作為一個容器注定了之後的命運 卻又不斷在思考死亡的正確性與意義 內心想法不斷抵觸與矛盾 這點相當令人有印象 當然打鬥的畫面也是處理得相當不錯 動作流暢以及分鏡的使用都讓人喜愛 非常值得一看 咒術迴戰改編自日本同名漫畫 原作者是借劍夏夏 導演是普信厚 曾經指導過高校之神 這部從頭打到尾動作流暢 如果喜愛這部動作片的觀眾還看不過癮 就來看導演繼續在咒術迴戰的發揮吧 系列構成賴谷浩斯 曾經擔任Decadence 與晉級的巨人的系列構成與腳本 動畫是由MAPA製作 曾經製作過電影動畫 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 以及敏三妹等作品 很值得一提的是 本作的音樂非常帶勁 非常優秀地扮演了氣氛製造者 無論是在緊張的時候 或是戰鬥的時候 都超級刺激聽覺 OP與ED更是無法跳過 簡而言之 這就是一部自覺與聽覺都很優秀的動畫作品 主角虎杖幽倫的聲優是賈木純迷 曾經配置過啾啾黃金之鋒的福格 以及一閒定一的蒼田武藏 浮黑會的聲優內田熊馬 曾經配置過一閒定一的九遠愛 丁齊野強威的聲優是賴戶麻沙美 曾經配置過頓之勇者成名錄里的Laftalia 帥都不行的老師 五條物是由中春優衣配置 強盜不像話的素挪是由周仿顧順衣配置 兩位都是非常厲害的聲優 知名的作品已經唸都唸不完啦 期待他們能在本作好好發揮喔 咒術迴戰的主軸明確 題材的進入障礙低 動畫以簡短的極數 帶大家快速融入劇情 也藉此帶出主角群 劇情節奏相當好 招式與概念也很吸引人 但相反的 如何在常見的題材中 選用適合自己的橋段就顯得相對重要 角色之間的強度對比也要拿捏得當 而且若有相似於其他作品的情節 也容易被觀眾放大檢視 要是缺少其合理性以及必要性 可是會被觀眾用力編到劍谷唷 十分期待後續故事對於角色背景的琢磨 以及王道作品中主角群的成長 就讓我們期待下本作的發展吧 所以這一季 如果你想要看一點熱血 動作以及奇幻的作品 那麼千萬不要錯過這一部 以日本拔除詛咒為題材的咒術迴戰 今天的推薦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 你可以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留言與分享 都是對我們很大的幫助唷 大家趕快跟著我們一起跳入動畫好坑 享受動畫帶來的樂趣吧 動畫小坑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厲害 對我們來說 我們下次見